乳孕用激光会有后遗症吗 乳文医生特邀专家白转力 CN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整形美容和面外科 副主任医师 后遗症其实这个概念 主要是伴随着我们的手术或者治疗 它经常会发生 或者说它必须出现的 才叫后遗症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问 如果说用乳孕用激光治疗 会有什么风险吗 应该是这样子的 乳孕做用激光治疗的话 通常有很多人会用乳孕附近 要做一些脱毛 或者说那还有一些 有一些种物 用一些二氧化碳激光去烧灼一下 就是看它用的激光的一些种类 或者治疗的方式 才能看它有什么不良反应 或者是有什么风险 一般来说 我们根据乳孕的问题 比如说要脱毛的话 它其实是都会不会破皮的 然后我们选择合适的脱毛仪器 去处理完了以后 有可能会产生水泡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要冷夫啊 注意我们的局部的一些保护 那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呢 如果说有油状增生啊 用二氧化碳激光啊 或者怎么样去治疗的话 正规的机构 正规的医生 也会给它正确的一个处理 一般来说 它的后遗症 也就不良反应 会非常非常小